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别墅屋顶的制作 在制作别墅的时候屋顶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在这节课我们来演示一下屋顶的制作 在做屋顶之前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屋顶的下沿 有很多这样的装饰线条 所以我们先要将这些装饰线条绘制出来之后 再来绘制我们的屋顶 在这里我们先来绘制我们的装饰线条 首先我们将我们的CAD切换到我们的蓝利面 我们先从蓝利面的装饰线条开始绘制 在这里首先我们可以将我们东利面和北利面的模型进行隐藏 然后我们先来绘制我们的蓝利面的装饰线条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来绘制一下它的剖面 将点进行焊接 焊接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来绘制一下它的路径 它是因为在墙的外延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绘制墙外延的线条 在这里我们好像将我们的剖面和路径绘制到了一根线条上 所以我们需要将它们分离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将它们分离出来 选择样条线 选择我们的路径 进行detach分离 在这里就不用点拷贝分离了 直接分离就可以了 现在它们已经是两个图形了 这个 在这里我们用swip 对它进行一个扫描的处理 同样的需要来翻转一下它的面 调整一下点的位置 将光滑组进行取消 这样这一圈装饰线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添加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一下旁边的这一边的装饰线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一下旁边的这一边的装饰线 这边的装饰线 对它的剖面进行一下调整 在这里不能出现重现 将点焊接到一起 将点焊接到一起 然后再来绘制一下它的路径 在绘制路径的时候 我们先要观察一下路径的一些走向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蓝粒面 在蓝粒面上 有这一圈走线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西粒面 我们通过CAD来进行一下观察 西粒面在 这边西粒面上也有这一圈装饰线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北粒面 在北粒面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圈装饰线 在这里进行断开 所以我们的这一圈装饰线条是从蓝粒面一直绕到了我们的北粒面 相当于是这个屋顶的下沿都有这一圈装饰线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来进行一下绘制 我们将仕图切换到我们的顶仕图 同样的绘制墙体的外沿 在这里开始进行绘制 绘制到这边 我们的路径绘制好了 绘制好了之后为它添加一个Swift的扫描 来失去我们的铺面 然后这一圈装饰线条也已经基本完成 为它添加一个材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CAD 在这里它的装饰线条是没有结构线的 所以它的装饰线条在这里是一根直线 而不是根据我们的墙体进行转折的 所以当时我们绘制路径的时候 是绘制的外面的这一圈 而不是里面的跟着墙体转折的这一圈路径 这一圈装饰线条绘制好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来绘制我们的北立面和我们的东立面 在这里我们将我们的模型 在这里我们将我们的模型 蓝立面进行隐藏 将东立面和北立面的模型进行取消隐藏 然后将CAD切换一下 将视图切换到我们的背后视图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 在这里也有一圈装饰线条 好 我们可以来绘制一下它的剖面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一个 来进行调整 直接绘制路径就可以了 同样的我们来观察一下它的这一圈装饰线条的走线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北立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东立面有没有这一圈线条的走线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立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立面也有这一圈线条的走线 所以我们直接来绘制一下它的路径 从墙体的外沿开始 我们先绘制到这里 再来观察一下东立面 路径 路径绘制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用它来释取一下我们的装饰线条的铺面 同样的用Sweep来扫描 对它的面 进行一下翻转 来放一下位置 这圈装饰线条的绘制好了之后 给它上一下材质的颜色 然后 我们还能看到 在我们的屋顶的这个位置 也有装饰线条 同样的 好像我们之前已经绘制过这个铺面了 我们可以直接用它 我们只需要 将路径绘制出来就可以了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来绘制一下它的路径 路径是在这个地方 刚刚绘制错了 路径绘制好了之后 Sweep的加记 寻找一下我们刚时 绘制过的铺面在这里 我们直接 扫描 更改 材质 更改 材质 它的屋顶 有一些造型 我们来绘制一下 同样的 在顶视图 在这里我们需要将我们的顶视图切换到我们的屋顶平面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在这里我们可以挤出600的厚度 然后可以对它进行添加一个可编辑 网格的命令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点 可以将它的点往后拉 这样就可以形成 我们的这个造型 同样的 给它添加一个材质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线条 在这里我们需要将它做出 进退关系 所以 需要来处理一下 接触100 放到我们的墙面上 突出于我们的这个墙面 添加一个材质 再来绘制里面的小一点的这一圈 这里可以几出50,切小一点 让它们形成一定的进退关系 让建筑看起来更有层次感 同样的为它更改一下材质的颜色 上面的这一圈同样的我们来绘制一下 这个墙面的颜色 然后再绘做两圈 摆放一下位置 摆放一下位置 摆放下位置 摆放一次位置 摆放一礦 摆放一圈 同样的为他添加一个Mesh 然后就可以调整点 更改材质颜色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调整 再对他的进退关系做一些调整 这里同样的也可以进行一下调整 装饰线条我们基本制作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绘制我们的屋顶 然后我们就到这里 完成了 完成了 完成